字幕提供 今天我們用 李氏耶穌一起 講一講 彈C key 有什麼情況可以留意 這首歌其實 做有教材 第一,它本身是D flat key 其實D flat key 彈吉他 如何彈D flat key D flat key 是彈很多bar chord 但其實你試想一下 你把它製作C 你就很開心 不過雖然是這樣說 這首歌有些C key 其實也有些難度 但很值得學 因為它其實用了很多C key 基本上把C key 發揮到淋漓陣字 第一,我們看一看譜 其實D flat就不用怕 我們將它 目標轉到 1 chord 2 chord 所以第一,要看一看 我們熟不熟 C key 或者D key 其實我會建議熟 D key 因為,等一下會解釋 你看D key 就會容易數到 我們看看C key 那個 chord 1,2,3,4,5,6 1,2,3,4,5,6 分別就是這六個 其實這個 我都很建議 大家彈吉他 C key 一定要熟到難 這六個 chord 就知道誰是1,2,3,4,5,6 待會我們看就會很容易 但是D 又有個好處 待會你將D flat 轉到1,2,3,4,5,6 其實你一看D 那個 chord system 1,2,3,5,6 其實你很容易數 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你第一個 看見D flat D 你很明顯知道 這是1 chord 好,下一個 A flat A在D key 就是5 所以你又很清楚 看到它是5 chord 好處就是 如果你要把它轉到C key 那你就慢慢數 你就會數A flat A flat低半度 就是G G就是5 其實有時候很難的 但是你用D key 就會很容易數到 我這裡用紅色去表示 你會看到 其實第一行 原來這麼複雜的 chord 其實就是1 chord 5 chord 4 chord 1 chord 1 chord 一看下去就會覺得 立刻感覺到 容易了 好 而此類推 我們就看到 6 minor 5 chord 都我們經常用 不過這首歌 其實其中一個挑戰性大 其實它差不多很多 C key會用到的 chord 它都有用到的 但待會我們 都會 重磅 我們會 按一按給大家 看一看 究竟這些是 什麼 chord 那麼我們 如果用剛才的方法 那就會 幫大家做了這些 功課 平時你就要自己做的 拿到份譜 特別D flat 那你就做一次 我挺建議 做一支Number 因為最終目標 其實我看到Number 我彈到 你就是很快 手上 很快 好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那你就會留意 1 2 3 4 5 6 1 chord 5 chord 4 chord 6 minor 都是我們經常用 但是呢 就出現了一些 譬如3 3 這個 或者2 都不是我們經常在C 裡面會用的 又或者4 minor 但是彈電卡很久 你就知道 你其實都會用這些 但是這裡又出現了一個 叫做6 flat 如果是CK來說 就是A flat 其實呢 挺特別的 B flat 或者A flat 有時在某些歌 都會出現 所以這首歌 是很好玩的 差不多一些東西 你基本上CK 有幾個遇到的東西 都會遇到 那是不是一個好的教材 沒錯 好 再看一個 這個呢 就真的很特別的 你會見到 出現了一個 A minor over F sharp 在副歌 愛士拉波原來 如果彈到的話 這個是 好聽 待會我們試一試 好 那跟著呢 就 沒有了 其實 會出現一些奇怪的東西 就有這幾個了 好 那我們呢 做了一個練習 就將它 這份教材做完 將它變成C 是怎樣 具體到將來 大家自己 彈一首歌的時候 當然是留給你自己做 這個是一個 Demonstration 好 那我們又續行去 去看一看 其實呢 咦 Bass的問題 Bass在那裡 Bass很開心 其實整個行程都會留給 1 但是呢 結他怎麼按 其實這個 是大家都認識的 C major 7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個底是C 但是呢 其實它的高音呢 就用了G 你可以按這個 不過其實按不按這個 都沒有所謂 其實這個 音的重點都在 好 跟著下一個 F 其實F就可以這樣 類不類似 我們按F F quad 你可以按 按這個 不過你說 我按F Csus4 其實都已經是那個聲音 來的了 誰可與你相比 好 跟著下一個 第二行 第二行就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第二行就出現了一個 三曲 不過如果我們學其他學得久 E我們應該是按過的 是懂的 有些歌都會做這些 有些類似mine的感覺 不過呢 教大家 如果真的你想E 按G sharp 其實可以這樣按 這裡是1 2 3 4 這個呢 如果我們有機會學過 D on F sharp 記得嗎 D on F sharp 彈了兩格 就是E on G sharp 不過呢 就記住不要彈這兩條 轉 轉跪的你 接著彈這個 D on F sharp 總是聖誕卻謙卑 好 重複整個就是這樣 轉了兩格 D on F sharp 轉了兩格 E on G sharp 轉跪的你 總是神誕卻謙卑 好了 第三行 類似 遠降生 來看述我有困 C on E 其實呢 你可以按C 不過呢 這個Bass是彈E條 彈E條 因為它的E條是E A C 我們先彈一下 鏡頭給大家看一看 A C A C A C D minor 7 Sus4 之前學過了 G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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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m 如果下C 可以按這個 Bass 其實就是Fm 我們按Bass Bass 用這個 Bass 整個正弦 基本上 第一段 OK了 第二段 出現了A Fat A Fat A Fat 按Bass Ba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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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個正弦 就差不多了 好 開始 好 那 副歌 副歌 其實相對不太難 副歌 有一個 兩個 兩個 兩個比較特別的位置 第一行 1 1 E My Life 7 3 完全沒有問題 4 F 可以學一個 其實這首歌的副歌 它是1 3 4 5 3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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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不過 它就用了一個叫做G On F 5 4 4 原來C key是很容易的 跟大家分享 平常我們按G 最低的那個就是這個 其實呢 G On F 就是這個 兩個手指 彈這四條圓 彈這四條圓 不彈在上面 整句就這樣做 這首歌 就是這個 沒有聽 好 好 好 接著呢 第二段 A My Life 7 Sharp 其實是怎樣呢 記得剛才D Fsharp 就要追過 好聽 非常好聽 其實這個應該是 Diminished chord 來的 這個譜的寫法 其實是很現代的 它用了那些 一些加了Bass 來的 去簡化了那些 好像很複雜的東西 好 再斜一斜 你 愛是那麽可怨悲 讓我 爭送榮耀你 讓我 爭送榮耀你 順帶一提 這首歌的尾句 就不用下六曲 因為它 一曲 下二曲 已經是好聽 所以 你 跟著 讓我 當然 你說 你像這樣 讓我 爭送榮耀你 讓我 那 都可以的 不過其實 不需要都夠 一般的 chord 你會加一個六曲 但因為 它的二曲 本來都已經好聽了 所以 你 跟著 讓我 爭送榮耀你 好 好 OK 好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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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